好的設計師出來的東西是要有內涵 內涵其實代表了你設計師是有沒有一個水準 想法是來自每一個時刻 或者一秒鐘你可以拿到想法 開始就是過去那麼多年 幫別人特別訂做事 不如自己去做 從我去搞這個產品的時間 找到一些環保的物料 其實是一種叫做再生皮 從這個再生皮裏面 如果做了一系列的產品 做得挺成功 從貿易發展的時候 他們也鼓吹和推動香港的 無論是廠家或者設計師去做一個橋樑 因為設計廊都有很多不同的設計師 或者很多不同的產品 雖然攤位不是很大 在裏面我們會希望收到很多數據 會知道到每個月 譬如哪幾類型的產品是好賣 哪些是受歡迎 第一個月已經賣得很好 所以很大的鼓勵 我會中國新的年青的設計師 是應該不氣餒 亦都在說 一定是要堅持自己 不斷去做多些新的作品 否則不願意 一開始 你可以看 都是這麼多 從來 記錄 寫不久 是 是